众人持乡前程助导 草屯禁案扶持三会秉持传统 相约社区民众准备了丰盛的共评祭拜好兄弟 县远庄士姐也特地到场 参与开箱仪式 祈求地方一切平安顺利 草屯禁案好 由于我们中原葡萄 今天葡萄 希望草莲来 大家大大谢谢 心里已经平安 也祈求疫情可以带人来消毒 开箱仪式简单隆重 随即由宋警团开始送念各种经文 期盼借由补助大典的隆重仪式 及信仲最虔诚的心 普渡好兄弟历代九旋七主 及冤亲在主等 祈求和静平安风调雨顺 敲朵周先来跟完亲接触 听金文法 可以让他们带人 旺盛世红去修联去修祀 我们这葡萄在母祝国分 还有草莲在那里 请他们来接受 这种现实的布施 可以让他们 利口贴落一步一步 去学度去修度 由宋警团送金为孤魂超度 朗朗不断的宋警声 现场洋溢着庄严沉浸的气氛 现员蔡明轩表示 大家齐聚此地共同祈福 不仅表达对仙人的感恩与思念 也保佑个人家庭及社会 都能平安喜乐 也准备我们很多的供品 要来普渡我们 希望我们这些好兄弟历 我民轩在这里也希望 借到我们普渡法会的意识 对了安慰我们民生志愿 也非常基础 我们以前可以快的过 让我们不管做生意 还是社会上的 今天我们都会合正常 让我们超纯的老人 再度的来做一个重现 草屯竟然扶持 善会理事长与各干部 都相当的用心筹备 这次普渡法会 先远装饰节级赛明轩 赞扬该会 推广延续传统民属文化的用心 并期望借由活动的举办 拼忧地方平安顺利 四季无灾 记者洪一伦小臀采访报道